那时候不是一般人 他也是个老板 他们刚高出公路的 就说咱上饭店吃 就咱这样小饭店从来都不得 你知道吗 他去那饭店都是大饭店好饭店 相亲便宣妇现场 大妈我前夫是大老板 大爷我儿子年入千万 房子好几套 我家这些都挺优秀的 都比我强 就是我是个公园 我家还就是公园 但是也干的工程 没什么挣钱多钱也多 年目前七八百万 太轻松了 我的天哪 今天来相信的是陈大爷 大爷今年63岁 离退休金4000 住房54平 陈大爷之前在单位是开车的 一干就是几十年 直到两年前大爷才退休 每天有钱 等会儿 外拍都还给买 我那手机丢了 现在经验行了 没什么 都地主有钱吗 跟那视频下的 和大部分老年人不一样 大爷在家 没事吃 喜欢玩各种电子产品 既能在无聊的时候 娱乐和家人随时联系 还能每天看新闻 不与外界脱轨 但是大爷消磨时间的方法 可不止这一样 那你现在平常都喜欢 你先活成家 一手都没活成家 先你先了 一只手活成 活成呗 大爷还是个劳逸结合的人 大爷每年的生活都围绕着健康与快乐 总是保持着一个好心态 毕竟人活着就要看开脸 天底下没有迈不过去的坎 之所以这要说 是因为大爷之前有过一段坎坷的感情 前妻是一个性格强势的女人 当时大爷的家庭条件没有女方好 所以在结婚后 大爷主动抱揽了家里大部分的家务活 大爷说这么不当或不对的日子不好过啊 尽管自己这么努力的付出 还是没能留住妻子的心 没想到在结婚第四年的时候 妻子居然出轨了 他那天出轨了 我后期有说那一啥子 是 二姐过 后期跟孩子说 小孩不撒谎 孩子说 把二姨上了家来的 一整个眼睛就整个窗户 孩子不撒谎 当孩子说出这些事的时候 大爷心里非常生气 但是一想到孩子这么小 为了这个家 大爷还是选择了原谅 于是大爷就给了妻子一个选择 为了孩子吧 亲自跟着那个孩子那个 上家 我说你当你跟你家 你听你二姐 你跟你二姐 应该跟我 以后咱家不搭理 他呢 谁说他也没跟我走 所以说我心就死了 所以说我就跟离婚 看到妻子心一觉 大爷也只好选择了离婚 离婚后 大爷一边挣钱养家 一边还要照顾孩子 这样的生活并不轻松 大爷立志要给孩子一个好的生活环境 大爷告诉红娘 自己问心无愧 现在也想开了 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 如今自己年纪也大了 身边没有个人陪伴 那是真不行啊 所以大爷就想着再找个老伴 就想找就能过日子 对我一心一过日子 年龄最好啊 是八十八 最好是有退休的 退休工资少点也可以 邋遢的都可以啊 自己妈找人立志干净了 男女子也没有抱拥亲 成不了夫妻 这个我都能做到 大爷就想找个年龄相当 干净立志 能陪自己走到老的人 根据大爷的要求 红娘找到了王大妈 大妈今年57岁 丧欧退休金两千八 住房七十平 一个月咱们得是多少钱 一千一千四 不便宜 还行 也不便宜 花也不贵吧 两个 退休 就是才开了 不到三千块钱 大妈现在是租房住的 这每个月的租金可不少 但是大妈说 除了退休金之外 还有其他收入呢 退休手下很多家 还继续干的呢 有时候我天天 就往税务局跑这些事 你这一个月家里 在总共收入 这有多少钱 一万块钱 好家伙 月入过万的大妈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呢 王大妈的老伴去世 有四年了 医生说老伴去世的原因 就是酗酒 也像我爱人他们那时候 干高速工夫喝的 该喝坏了 不管是他 他手下很多朋友 都喝酒 老多都四十多岁就走了 因为身体的原因 老伴提前退了休 开始回家休养生息 每天都在医院治病条理 在生病的八年里 老伴在工程上挣的钱 也全花光了 即使是花光了所有的积蓄老伴 最后还是去世了 为了治病儿子 把自己的婚房都给卖了 在老伴走后 大妈就把房子给了儿子 自己出来租房住 但是一个人生活的日子 实在是太难熬了 所以就想着再找个老伴 喝酒呢 不是说一口不喝 喝也别说天天喝 喝大酒 喝没啊没了 反正就是说酒少喝 人品好点 现在退休 就开个三千多块钱 四千块钱 不就也挺好的吗 有吃喝就行了 只想找个本地的 不抽烟 喝酒的最好 而大爷就刚好 符合大妈的择偶标准 于是在红娘的安排之下 大爷大妈终于是见面了 大爷这明显是没有准备好啊 状态一直很紧张 见面之后大妈 对大爷的第一印象很不好 食言不是自己喜欢的样子 我觉得不对 心里不对 看他一眼我就觉得 不是以后我爱的 两人坐下来后 大妈就说起了 自己去世的老伴 那时候不是一般人 他也是个老板 他们刚高出公路的 就说咱上饭店吃 就咱这样小饭店 从来都不在 你知道吗 他去那饭店 都说大饭店好饭店 每回回的时候 他手下很多朋友 开的车都跟着他 我家那不是一般人 我都告诉你 拿出来做对比 这种感觉 对还是说对比 那不行 那不是跟人对比 也对比不上 我家那不是一般人 我跟你说 想要自己 以前他老公不是一般人 都是一般人 有什么不是一般的 这才刚见面 就炫耀自己的前夫 说自己前夫是大老板 说明白了 就是有点看不起大爷 听到这里一边的大爷 心里也是相当生气 大爷说 他这就是在炫耀自己的前夫 觉得自己被大妈小瞧了 紧接着大爷 也说起了自己的情况 我家还有点 我家还是工人 但是你干的工程 没什么 挣钱多钱也多 年目前七八百万 太轻松了 一个月七八百万呢 没有 年中钱七八百万 年中七八百万 一个月几万块钱 好家伙 这俩人一个比一个能锤啊 俩人之间的火药味 也是越来越浓 接着来大妈又说一说一句话 相亲现场 瞬间变成了炫富现场 我家那时候是 咱在说 又给我买车 这那啥都不差 给我买房子 我都知道你说 我们一百三十八平 从来没有这么点小房子 一个人住行 俩人这么点小房子是不行的 你知道 我专门 你刚才上我家去你看了吧 专门有一个无线办公室 那么多东西都得放 那些账上的 我房子是小 小子 用不做 好像用不上半年 也是也会变大的了 这个 变大 我一分钱不用拿 不用花钱 孩子都是孩子 家孩子外面房子有不少 那个甚至广给我买 就买两套 我家孩子 就是也就是 也就算公营吧 单位书记 公会主席 考虑大毕业 我挺自豪 我培养 都是我培养孩子 一个字 绝 其实无论是王大马 博士的老伴 还是陈大了的儿子 他们再厉害 也是他们自己的事 毕竟今天是两个人来相亲的 还是说说两个人自己的事比较实在 最后两人都表示聊不到一起去 第一段相亲就这样结束了 接着红娘又找到了王大妈 大妈今年65岁 丧欧 退休金2003 租房住 王大妈和前夫是在火车上认识的 结婚后因为老伴在部队服役 大妈只能一个人生活 后来老伴生病退役 因为不能干重体力活 夫妻俩就开始摆摊卖货 但是老伴的身体还是一天不如一天 老伴走后大妈一直在外租房住 漂泊了这么多年 大妈心也累了 现在就想找个老伴 年龄在66至70岁之间 不妨的问题吧 我这么想的 他有没有都可以 但是呢 必须得有退休金 而且子女不能在身边 你不许就是说管对方要工资吗 这没事 对呀 工资那必须得 男人必须得本分 本分 老实就行 忠厚就行 老实本分 这说的不就是陈大爷吗 两人见面大妈 觉得大得挺老实的 大哥为了不杀的这么法人啊 叫利君子 个儿挺高 个儿挺高 你瞅着演员打压感觉 还可以瞅挺老 挺的傻的 挺老实的 挺老实的 那就挺符合咱们这标准 但是接下来大妈的一个问题 让现场的气氛变得紧张了起来 你进门的时候身体 走到特别强硬 我有点疑问 你可以 我 实话实说没事 以前有得过病 但是现在我也好了 你什么病啊 脑出血 脑出血啊 说实话来讲 还可以吧 能服事 关键能服事就行 所以说这方面 就是说 不太建议 不太建议 面对大妈的质疑 大爷也不隐瞒 显得落落大方 实话实说 对于大爷的这些小毛病 大妈表示可以接受 而在生活习惯上 大爷的回答更是让大妈满意 你头三年酒烟都抽 都喝 现在都记了 你成为有病这几年 有没有 心烟想都不想 酒也不想 那就行 咱们有那不良四号挺好的 解除了顾虐 大妈又开始了第二轮的提问 听到大妈照顾生病的老爸很多年 大爷表示非常佩服 就在一切都顺利进行的时候 王大妈提出了一个要求 对于这个要求 大爷也是欣然同意 而在年龄方面 大爷大妈 你两人也都没啥意见 在这种其乐融融的氛围中 大爷大妈也成功牵手 本期视频就是这些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